严雅倫遭旧爱要乐毁灭式爆料后 形象大受打击连带影响到工作 有指他手上的代言和主持都纷纷叫停 据知严雅倫单是今年上半年 已经接了大约15个代言 包括食品、衣美等 另外有电视台也确定腰斩他主持的新节目 而他和歌手刘家海合作的新单曲 目前刚刚上架 就被对方以希望作品回归创作初心为理由之下 音源也陆续在串流平台消失 所以因为今次风波 严雅倫损失金额恐怕难以估计 最关键是要乐声称和严雅倫发生关系时只有16岁 由于当时未成年 已经触犯法例 对此时临地检署已经主动分案调查 交由北市抚优队负责征办 据了解要乐目前情绪尚未平复 由于无法亲自录口供 暂时交由律师出面 警方将会等被害人录原口供 才通知严雅倫到案 正当严雅倫的涂色风波 占据娱乐版头条之际 台湾之心狗仔葛思齐陆续爆料 指很多艺人都是性侵加害者 他更在律师陪同下网上开直播 指自己收到一名受害人报料 希望可以代为发声 葛思齐请来这位求助人S小姐 声称当年前被歌手受指性侵 表示当年自己只有18岁 在酒店工作时被秀子拉到包商侵犯 几日后秀子再次到酒店对他施加暴力 令当时华人的S小姐不幸流产 今次之所以说出来 只是想拿回公道 你现在选择出来 你希望他建议什么吗 我希望就是 所有可以 就是 勇敢地站起来 替自己发生 就是曾经像我这样子遇害的人 对此受指的经理人公司作出回应 表示很明确受指没有做过这些事 如果S小姐有证据请去提告 他们将会针对不实爆料者 以及该直播记者提告诽谤 律师验证言以资料 将会发出律师信 并表示MeToo是好运动 但诽谤文化也应该受到惩罚 葛思齐同时又在直播向两位男星呼吁 分别是一位歌手 以及一位拿过金马的演员 要他们快点出来面对 我给他们一个时间让他们去承认 不要说我们没有给你任何机会 那我很能忍的 因为越忍越久 爆料越多 那我奉劝这些 曾经涉嫌违法 或是对人不礼貌的一些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你们可以勇于自首 如果不自首的话 到时候 对不对 舆论的压力来 那就羞怪我们无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